今天端午放假 不过观众朋友是不是一早就守在电视机前 看王健民重返大联盟的第一站 王健民加盟多伦多蓝鸟队后 今天在芝加哥先发对白袜 投7点一局15分 并在落后是退场 但一般对于他重返职帮大联盟 担任第一先发的表现还算肯定 蓝鸟队教练也预告 剑仔确定守住下一场的先发机会 睽違八个月的王健民改穿上蓝鸟队67号战袍 再次登上大联盟投手球面对白袜队 一开赛王健民就使出拿手升卡球面对白袜打者 第一局王健民与游几手穿其宗则合作 制造两出局数 稳稳解决守局 第二局蓝鸟队攻下两分 不过近况极佳的亚当邓恩连续两场开轰 把剑仔一颗红中的升卡球 一棒轰出右外野全力打墙外 第四局王健民遇上大乱流 最伤的是这支三分炮 单局是四分 第五局剑仔展现王牌实力 先后滑球三阵四棒柯纳柯 接下来更恐怖的亚当邓恩 王健民不能再闪躲 投出了三阵 成功化解满壘危机 王健民遇到四局的乱流之后 面对十名打者 共解决了九人 总计主投七点一局 用93球被击出十字安打 15分都是自责分 演出三次三阵 虽然下场前是落后 但是给了蓝鸟牛棚有充分休息 及调度给球队赢球的机会 九局上半保底斯塔的全雷打 也帮王健民解套 这支全雷打让王健民和胜负无关 在延藏赛十局上半连得两分 7比5击败白瓦终止二连败 王健民首批蓝鸟战跑表现不俗 下礼拜一再战德州游骑兵 渴望再次先发 这场攸关王健民续留大联盟的重要战役 简在展现实力 也让人看见他坚定的意志与渴望 新台来的电视柳光熙整理报道